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 高龄82岁的作家梁 近来健康状况不佳 年初投入长脑瘤 更是一度命危 5月时儿子李堪透露梁 鬼门关前走一遭 之后便更小瘦 左臣文茜在微博不舍揭露梁 近况如今 他说不了话 写不出字 以前是统治绑住了他的手 封住了他的嘴 如今是上天 是命运 还说一切都在倒数 折一个日子 算一个日子 看一次月亮 算一夜 不舍得住日子 陈文茜表示李堪陪伴爸爸李敖 前后快九个月 写了一封信给陈文茜说 梦见李敖可以出院走路 但吵着想喝饮料 但因李敖还插着鼻胃管而阻止了他 李堪还特别问护士说 能否把咖啡倒到鼻胃管里 而陈文茜看完后就难过到哭了 无奈到哭了 因为我想要那个笑傲江湖的大哥回来 但他已骑着白马远去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 陈文茜透露了近况翻设自陈文茜微博